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有个故事是这样讲的,老虎看见一条疯狗,赶紧躲开了。 小老虎不解地问,爸爸,你是森林之王,猎豹豺狼,见你都害怕,你却躲避一条疯狗。 老虎爸爸说,孩子,打败一条疯狗光荣吗? 小老虎摇摇头,老虎爸爸说,那让疯狗咬一口倒霉吗? 小老虎摇摇头,老虎爸爸说,既然如此,干嘛要去招惹一条疯狗? 老祖宗说得好,新君子,远小人,遇到垃圾人,应该静而远之,如果你和他走得太近了,他就会把平日里积累的垃圾都倒给你。 万一有垃圾人和你纠缠不清,你应该想方设法脱身,得罪他了,也没有关系。 做人,要像莲花一样,干干净净,不能拖泥带水。 试想一下,一个垃圾人天天在你面前跑来跑去,常常找你聊微信,说一些负能量报表的话,你的心情肯定会很糟糕,还影响了你的工作和生活。 久而久之,你自己身上也会有一股垃圾味。 往后余生,宁愿没有一个朋友,一辈子独来独往,也不要和垃圾人在一起,尤其是以下几种。 第一种,倒打一耙的人。 你帮助了别人,但是别人不一定会领情,不一定会感恩。 有些人遇到了贵人,反而嫌弃贵人帮助不够多,帮助的时间不够长。 比方说,一个贫困学生遇到了好心人,帮助他交了学费,他不仅不感恩,反而打电话给好心人,要好心人再给一笔钱,给他做生活费。 如果好心人拒绝了给生活费,他就到处造谣,说好心人实在地走秀,是一个恶毒的人。 老祖宗告诉我们,好人有好报,但是事实告诉我们,好人不一定有好报,万一遇到了倒打一耙的人,好心人就会吃亏。 到打一耙的人,不仅在献爱心的时候会遇到,在职场中也常常遇到。 比方说,你在单位上帮助同时解决了某个难题,同时不仅没有谢谢你,还把这项工作全部推给你。 远离这样的人,藏好你的爱心才是明智之举。 第二种,无是生非的人。 昨天下午,我在单位上班,突然接到上司的电话。 我上个月和客户签约的时候,送了一些米酒给客户。 虽然工作做好了,但是没有向上司汇报。 这件事,本来不知一提,但是同时阿胡却小题大做,把我描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,还到上司面前告状。 和上司通完电话,我真的很无语。 有的人,喜欢无是生非,故意把一些小事放大了,变成大事。 故意把别人的私事当成谈资,制造不愉快的事情。 故意给别人的工作挑刺,想方设法打击同事。 这样的人,就是在故意制造垃圾,恨不得着身边的人,都没有好日子过。 远离了这样的人,就是远离了是是非非,人生会更加安逸。 第三种,笑里藏刀的人。 你有没有遇到笑面虎的人? 这样的人,面带笑容,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 就在你和他感情非常好的时候,他就借用感情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 比方说,你是某单位的领导,遇到了笑面虎,他就借着你的名义,承包了你们单位的工程。 他可以从中获利,万一工程质量不合格,他还把责任推卸给你。 对你笑的人,不一定是好人,也许是有求于你的人,也许是想算计你的人,也许是暗中观察你的人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,对你微笑的人,你也要笑着面对他,但不要过分相信他,要留退路。 在他伤害你的时候,即使抽身而退,当你知道他的底细之后,就再也不要和他交往了。 第四种,死皮赖脸的人。 有的垃圾人,你不去惹他,他却主动招惹你。 你想要甩开他,他却死活不愿意离开你。 这样的人,就是苍蝇一样,天天在你耳边乱叫,在你身边乱飞,导致你心烦意乱。 如果遇到死皮赖脸的人,你就不要留情面,要学会撕破脸皮。 余生,你和他老死不相往来,真的不必给面子,不要给对方有回旋的余地。 比方说,你可以非常肯定地拒绝帮助他,他犯错误的时候,你可以狠狠地教训他。 他伤害了你,你就以牙还牙,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 摆脱了死皮赖脸的人,你会觉得一身轻松,就像手里有一块烫手的山芋,只有丢弃的那一刻。 你的手才空前下来,才能够用双手去劳动。 第五种,自以为是的人。 有的人,天天抱怨人生,埋怨社会,责怪别人,从来没有正视自己,总是以为自己是千里马。 有的人,创业失败之后,就一蹶不振,以为人生从此画上了句号,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 有的人,遇到一点点困难,就叫火连天,希望别人帮一把,如果没有人帮忙,他就放弃了奋斗。 自以为是的人,身上带着负能量,不管谁和他做朋友,都会被感染。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,一定要尽快躲开,不要和他一起抱怨人生。 有出息的人,总是不断战胜自己,主动承担责任,积极改变命运。 失败了,大不了重头再来,越抱怨,越迷茫,还有可能毁掉后半生。 第六种,推三阻四的人。 有的人,他的事情,你需要去帮忙,你的事情,和他无关。 有的人,遇到事情了,马上就推卸责任,找人背黑锅。 有的人,喜欢打退堂鼓,没有合作意识。 这样的人,就是推三阻四的人。 要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任何事情都办不成。 你要知道,真正靠谱的人,不会推诿,敢于担责,坐视积极。 美国心理学家大卫,波莱提醒我们,在碰到垃圾人时,千万要请记住一句话,请速速远离,越远越好。 不要让自己陷入绝境。 把时间浪费在跟垃圾人较劲上,不仅毫无意义。 而且还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。 惹不起躲得起不是胆小怕事,不是回避问题,不是是非不分。 而是一种比其锋芒的睿智,不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意义争高低,不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 不与垃圾人一般见识,才能真正远离他们。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避免自己产生垃圾。 你才说,与恶龙缠斗过久,自身亦成为恶龙。 凝视深渊过久,深渊将回忆凝视。 这句话放在垃圾人定律中,再合适不过。 你与恶龙斗起,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恶龙。 总是喜欢跟黑暗的深渊较劲,深渊也会对你纠缠不休。 很多时候,生活不需要跟所有人讲道理,有的人根本听不懂。 而且很多是没必要一争争高低。 垃圾人会有各种入木三分的观点。 这个时候,你非要明辨是非的话,那你就是在伤害他们。 可到最后,可能真正伤害的是自己。 义书有句话说得好,情绪这种东西,非得要严加控制不可。 一味放纵的自卑自怜,便越来越消沉。 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,他便开始回避这位朋友了。 在人际交往中,一个人无意中流露的消极情绪,就可以让别人看出他的品性。 在日常相处中,不顾旁人感受,散布负能量,不仅影响到别人,还关系到自己的品性。 人凭好的人,一定不会胡乱地发泄消极情绪,影响他人。 常言道,白沙在孽,与之俱黑。 好的人或物处在污秽环境里,也会随着变坏,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作用。 所以,当你遇到充满消极情绪的人,远离,才是明智的选择。 中国有一句老话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 和怎么样的人在一起,真的很重要。 接近怎么样的人,就会有怎么样的人生。 人生短暂,所以那些不断消耗你的垃圾人,一定要学会远离。 不要试图与垃圾人比凶狠,成一时之快造成的后果,对他们无所谓,而你可能受不起。 当遇到垃圾人时,要想办法尽快脱离险境,避免引火上身。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不要让垃圾人困扰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天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佛禅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